8月28日,学习印度舞蹈的中国孩子,在推广会上表演。 当日,近年来,印度旅游逐渐受到中国年轻游客关注,赴印度旅游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中国赴印度游客人数超过25万人次。新华社记者李新是8月28日,中国舞蹈演员,在推广会上表演印度舞蹈。 当日,近年来,印度旅游逐渐受到中国年轻游客关注,赴印度旅游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中国赴印度游客人数超过25万人次。新华社记者李新是8月28日,来自印度的一名旅游公司员工,在推广会上拍摄。 当日,近年来,印度旅游逐渐受到中国年轻游客关注,赴印度旅游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中国赴印度游客人数超过25万人次。新华社记者李新是8月28日,印度的旅游公司,在推广会上与中国同行洽谈。 当日,近年来,印度旅游逐渐受到中国年轻游客关注,赴印度旅游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中国赴印度游客人数超过25万人次。新华社记者李新是8月28日,印度国家旅游部的官员,在推广会上介绍印度历史文化遗迹。 当日,近年来,印度旅游逐渐受到中国年轻游客关注,赴印度旅游人数逐年递增。2017年中国赴印度游客人数超过25万人次。新华社记者李新社 新华社记者李新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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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华社记者李新社